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王和父亲还有一些好朋友为女主庆祝生日 可是父亲看不上小王 总担心自己的闺女上了别人的当 本来气氛非常的热闹 可是在切蛋糕的时候出事了 女主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 一群人赶紧把女主送到了医院 父亲在医院里认识了小胡子 小美从医院出来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不仅常常感到口渴 而且动不动就发火 父亲和小王坐公交车出门的时候 突然几只乌鸦袭击了公交车 并且还在女主的手上咬了一口 小王对小美的反应有点不理解 可是也没有想那么多 晚上小王做饭的时候 发现小美不正常 小美尖叫了一声 父亲和小王都吓了一跳 两个人赶紧把小美送到医院 为了观看小美的情况 医院让小美在医院里住一天 到了后半夜 附在小美身上的恶魔 已经蠢蠢欲动了 小王给小美送了一朵鲜花 可能是恶魔看着有点不爽 直接就把花给弄腰了 小美回家的时候 在后视镜里 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有点不正常 他们三个人一块回家的时候 恶魔控制了小美 直接抢着司机的方向盘 出租车就给废了 奇怪的是 小美受伤比较严重 其他人都没什么事 对于小美这种状态 小王和父亲都有点担心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是恶魔干的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 小美处于昏迷状态 医院感觉 再这么下去 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就建议 放弃对小美的治疗 可是恶魔肯定不会答应 如果小美死了 自己的宿主也就没有了 恶魔一发力 小美就醒来了 医生都猛逼了 小美紧接着 走出了自己的病房 跑到了出生婴儿的房间 打算把一个孩子给淹死 可是她的行为 很快就被医生给发现了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医院 一个黑人警察 在询问小美的时候 才感觉到小美被恶魔控制了 小胡子一看 就感觉遇到了麻烦 为了摸清小美的情况 小胡子劝说父亲 把小美送到一个 专业的评估机构 小美趁着自己还清醒 就把自己的亲身感受 告诉了小王 说自己被某种东西给占据了 很多行为 并不是自己想做 机构的美女是一个专家 可是生活作风 不是特别好 恶魔直接把美女的一些事情 给说了出来 直接把美女吓了一跳 回到房子里后 恶魔又开始闹了 在恶魔的蛊惑下 一些精神病人 本来就有点精神病 结果都疯了 机构里的领导 看了这种情况 感觉这里装不下小美 对尊大佛 就把小美给撵走了 在查看所有 关于小美的资料之后 老王决定亲自出马 然后和这个恶魔大战 三百回合 一天晚上 老王拿着自己的百宝箱 来到了小美的家里 小王认为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鬼神这种东西 他感觉 这就是扯淡 老王说 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小王还是太年轻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小美被带了出来 恶魔虽然法力强大 可是老王也不是等闲之辈 为了给老王助威 小王神父还有父亲 都站在老王的身边 过了一会儿 老王就在小美的嘴里 掏出了三个鸡蛋 老王这做起来 一套一套的 恶魔有点慌了 然后就开始主动进攻 打算和老王 来一个鱼死网破 老王直接拿出了 一个大铁链子 直接就把小美给锁住了 然后往小美身上 泼圣水 恶魔刚开始还挺硬的 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 终于撕下了伪装 说出了心里话 原来这个恶魔 想假扮上帝 蛊惑大众 从而让自己得以重生 老王一看 这个恶魔不太好对付 就从自己的百宝箱里 拿出了一把小刀 这可是老王的杀手锏 神父说不能够杀死小美 可老王说 小美已经成为恶魔了 恶魔一看老王 直接准备干掉小美 这下也开始认真对待 直接把其他人给弄得 撞到了墙上 老王过去之后 拿小刀捅了小美一下 可没想到小美表情 直接变得猙獰 反过来捅了老王一刀 恶魔用了自己的法力 整个房子都炸了 三个月之后 小猴子来到了梵蒂冈 看见了老王的徒弟老黑 他们看到电视新闻上 小美治好了很多人的绝症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追随她 恶魔正在达成她的目的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